以新冠为例,在中国大陆只有不到五千人死于新冠,而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新冠。 很明显,中国在有关新冠方面的人权上面的记录远远高于美国,活着就是所有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权利了。 真实的情况比这些原始数据还要糟糕,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,如果中国的死亡人数和美国死亡人数相同,那么中国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四百万人,而不是五千人。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,活着就是最基本的权利了。因此,中国在新冠这一战场上的人权记录远远优于美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